到底是誰會買Supreme跟Nike這次聯名的鞋子 他不過就是一個白色的Force 然後上面 上面印著一個小小的Logo 對 這是誰的 然後最荒謬的事情是他不只除了白色 他還是 對他黑色 他還有黑色 媽這是誰的 你們不要推給我 製造型 好吧 那我們還是先來看一下鞋盒的部分 全黑Nike的盒子印上這個Bogo 在前後都有 然後鞋盒的身份證呢 就寫了 它原價USD 96美金 其實原價呢就是跟一般的Force是一樣的 那我們來打開看一下 Alright 它的襯子上面呢就是滿滿的Nike Logo 跟Supreme的Box Logo 稍微有點小設計啦 OK WOW DAMN WOW 還是蠻香的啦 那這次聯名的Air Force 1的鞋身 跟一般市售的Air Force 1 有哪裡不一樣咧 都一樣 那唯一不一樣的兩個地方是哪邊呢 第一 一般的Air Force 1他們是寫AFE 那這次聯名的下面呢 有寫了一個小小的 這小小的Supreme 那第二點不一樣呢就是在於 它的屁股 有一個小小的Box Logo 我只能說 低調 低調過頭了各位 我跟你講啦 我穿這雙鞋子在路上走 十個人裡面會有九個人發現 我的屁股有一個Box Logo 就是沒有辦法發現 幹 誰貼的 那黑色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跟白色一模一樣啦 就只在於它的鐵牌以及它的屁股有差別 不然其他的地方就是跟一般市售的Head Force 完全一模模一樣樣 其實呢當初這個疊照出來的時候呢 是罵聲連連 大家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沒有誠意的一次聯名 還好 我覺得呢在我打開鞋盒的時候發現了一個 小秘密 各位 白色的這雙鞋子呢 附上了一個Supreme字樣滿版紅色的鞋帶 唉唷 其實還OK 當你換上之後呢 這次聯名的部分呢 就更加更加的明顯 白色就是附紅鞋帶 黑色的部分呢 是附上黑白的鞋帶 其實我覺得 這樣子配上去之後 是還不錯的 其實還不錯 就是低調帥低調帥 那如果你有一個朋友的腳跟你一模一樣 或是你預算夠的話 你可以把一黑一白的鞋帶做交換 比如說黑色配紅鞋帶 又或者是白色配黑鞋帶 我之後應該會這樣配 其實說實在的 你要想以前 COS Original Fake的時候出的 牙齒鞋帶 一個鞋帶也就要 2000多塊 所以 你換個方式想 你就當作是 買鞋子 Force 加鞋帶囉 那我覺得呢 其實以Supreme跟AirPods 1聯名的 系列來講 我自己覺得 最有誠意 也是我最喜愛的 一雙就是這個 我來借大家看一下 CDG 穿九寶寧聯名的 Air Force 1跟Supreme 三方聯名 我覺得這個是 他們聯名的Force裡面 最有誠意的椅子 它的鐵牌呢 一樣是下面寫了一個 小小的Supreme的字樣 不過不一樣的事情是 後面到鞋側 屁股到整個側邊 都印上了 滿版的眼睛 這雙當初 在剛出的時候 其實大家會覺得 很怪很醜 但是 試過近千呢 這雙鞋子 現在漲價也是非常的不得了 當初大概買了12000左右 現在差不多要2000多美金 所以也是滿可怕的 我覺得這一個呢 會比這一次來得更酷的原因 還有一點是因為 你看這一次的聯名啊 它把Logo壓印上去 它是完全沒有凸起的 你知道嗎 它整塊凹下去 但穿九瓦琳這一次就不一樣了 它的整個Logo 都是用這種剛印的 每一顆字都是一顆一顆莫到 質感就非常的加分 包含它的眼睛的印刷 它是連後面這個Nike的刺繡 都直接印刷過去 所以這個就非常的非常的有份量 效果非常的好 我還記得當初 這雙在發售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到了英國的Supreme 然後那時候英國的Supreme 裡面還有 穿九寶琳的Supreme聯名 全身的眼球 西裝外套 跟褲子 一整套 可是那時候剩下的那個size 實在是太大了 不然配一個完美套裝 也是非常帥的 穿九寶琳這一次的聯名 就是非常非常的有創意 OK 其實我覺得這次的聯名 就是要看你用什麼心態來入手它 如果你是想要一雙基本的Force 然後又想跟別人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這雙就是非常好的選擇 說實在 之前出過的聯名激烈的價錢 都比這一次的貴非常非常非常多 而這一次差不多就是原價的兩倍 你就可以入手它 而且以我的經驗來說 越低調的鞋 其實會是你越常穿的鞋 但如果你是想要贏一個 我要入手一個經典聯名系列 那我就覺得千萬千萬不要買 因為官方有說啊 這一雙是常態鞋 也就是說它在每一季都會發售 所以你沒有買到它 你也不要緊 你就是等到它下一次在發售的時候 你一樣可以用第一架入手它 以上就是這一次 Supreme跟Nike Air Force 1的聯名開箱 喜歡這支影片的記得訂閱我 然後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討論一下 你對這雙鞋子的看法 就這樣子喔 我們下次見 886 欸 看一下我新鞋算不算 喔 那你還錯喔 NOO 再看仔細一點 啊 喔喔 弄髒了 幹 5 5 5 9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